中央百貨 到台中了 我今天要來參加一個中央百貨的一個活動 今天是一個行情說明會 所以特別從台北趕來台中 現在時間才8點14超級早 我們趕快先前往中央百貨吧 太大了 上車 上車了 我們到海中科大 還好現在就沒下雨 超大聲的啦 剛剛這裡的學生在旁邊一直在唱歌跳舞 可是我待會要在這裡跟中央百貨的同事們一起上課 所以要超級大聲的講話 現在沒有下雨 所以希望待會我們可以有一點時間去超想練跑一下 台中科大應該是我來第二次 上一次應該有點久了 他是哲瑞 他是一個 大家看一個人啦 記者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可以叫我哲瑞就好 然後我本來是一個年紀選手 那因為畢業之後就當跑步教練 然後畢業就是拍拍影片 我發現肩膀很痠很難白 所以跑過的時候盡量避免手間的情況出現 不能只有肩膀走 有些人可能會太怕前傾 就會有這種電腰器啊 然後只有這個主要 甚至完全是憂慮 可以來一張跑步姿勢嗎 一二三 下課啦 但是現在雨太大有點回不去 然後我們剛其實就主要跟他們分享一下 有關於跑步姿勢的一些訓練 我們現在在重游百貨裡面 然後待會要做一個小小的放台 然後他們現在正在找拍攝角度 這是我第一次來的重游 超級大 竟然有十幾樓 然後我剛剛在他們員工辦公室 蠻酷的 第一次的百貨滾體驗 要躲到躲 我確定有要躲嗎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你的教練梁澤瑞 很高興吃這個 Sorry 失落死 終於結束了 今天有點累啊 我們剛剛去 因為我們之後還有一場講座 然後在各個樓層 去找一些廠商舞台協調 當天的借用問題 終於結束了 我們現在在春水堂 所以終於可以吃飯了 第一番波折 終於到火車站 感謝我的同學 請我一杯美式 然後我現在準備要回台北 因為晚上大概還要教課 YA到台北了 以上就是今天我去台中 一日遊的影片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